國家給予我們這個機會可以來這邊求學 然後求學在這邊可以生根 然後這邊落地 再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這個社會 這我覺得是心裡上 算是最大的成就感跟滿足吧 現在這裡不舒服了嗎 哎呦 哎呦在這裡 不是這裡 哈囉 我叫黃成衛 來自於台灣宜蘭 目前在貴州醫科大學這邊擔任主治醫師 進行一個服務貴州地區的患者口腔的疾患 一個修復種子科的醫生 我是05級的高澳臺聯造 比較早一批過來的 高中的時候準備聯考 就知道有這個機會可以來大陸這邊求學 然後那時候就很順利考到我們江蘇南京的南京醫科大學 然後也剛好是就讀口腔醫師專業 家父是從事一直加工 所以說我現在主要做的行業就是 專門做假牙種植牙這一塊 也是跟家裡的整個環境而無目染 就會選擇從事口腔醫師的這個行業 其實我的求學階段還蠻精彩的 整個求學的經歷的過程當中 對我的思想的衝擊是很大的 而且對我人格的確立 包括待人處事也好 包括自己對於未來的追求 跟自己對於兩岸關係的一個確定 都是在大學那邊塑造形成的 在高中階段之前的學生的生涯當中 其實你人格的特質的塑造 其實都還是比較一個學生的思維 當來到大陸這邊接觸到這個環境 接觸到這裡這麼大的一個國土 不一樣的形形色色的人 不一樣的文化 然後在這邊相處生活 然後逐漸在大學階段 會形成自己的一個兩岸兼有的一個文化思維的一個融合 然後這就導致為什麼大學畢業之後 想留在這塊土地 而且大學畢業之後我就選擇報考到我們的 南方醫科大學攻讀我的碩士 之後就在廣州那邊也是就業在廣州 然後這就是上次我去UCLA 他們用電鍍的 他把電鍍變色 很幸運的在廣州的工作的階段 遇到我現在夫人 然後我夫人她也是口腔醫生 然後我們兩個認識也是在一次的病歷比賽 然後認識到之後才一直走在一起 然後因為夫人剛好是我們貴州貴陽人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既然步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結婚婚姻了 那我們是不是回到她的出生地 貴州貴陽這邊 再繼續貢獻自己的受學 然後我們就又回到我們貴陽這邊 然後進行工作 然後來這塊土地服務 工作上就是夫妻在同個單位上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好處的話就是 我們彼此的專業也可以互相互補 我夫人她外語非常好 再來像醫療專業 涉及到一些有外語需求的話 我夫人她可以更好的克服一些難題 那像我本身比較擅長是臨床這一塊 對所以說我們就是可以互補 因為有了家庭 我跟夫人剛好是同一個工作崗位 我們盡可能會希望錯開 因為家裡還有一個小朋友 就是可以分擔去照顧她 從一開始來到這邊生活 05年一直到現在22年 還是感覺體會 心境的變化還是很大 從一開始就會覺得 可能會覺得 像是異鄉人這樣子 等到你還要辦理簽註什麼 後來到現在其實 生活就跟這邊的朋友啊 家人生活都是一樣的 便利性各方面我覺得 可以說是便利性吧 就是跟大家都一樣 我覺得會非常大非常大的增加 歸屬感跟認同感 就像我現在回去跟台灣 我的那些朋友相處 我會覺得跟他們也不太習慣了 就在這邊生活久了 我還蠻喜歡在這邊的生活模式 因為大陸真的很大 非常大 不一樣的地方有不一樣的文化 這就是非常吸引人的一個地方 不一樣的文化所催生出來的 民主、人民 甚至我朋友、同學 那他們身上會有它很明顯的閃光點或亮光點 這十來年 就從之前來到大陸 會一直被問 台灣文化怎麼樣 台灣那時候 可能有一些 例如說偶像劇 台灣的明星 在大陸這邊可能影響力比較大 到現在我回到台灣 一直被台灣民眾 台灣的朋友問說 大陸怎麼樣 就像說最近我們非常火的宮廷劇 甚至我們新媒體在TikTok 就是我們那個抖音 也在台灣非常火 我覺得這裡是見證了說 我們大陸的 不管經濟起飛之後 我的軟實力也跟著起飛 台灣民眾也都感受到這一塊 然後我覺得我就是當一個代言人 像橋樑一樣 把這邊的所見所聞 好的東西分享過去給台灣民眾 跟他們講 然後之前是把台灣的東西 分享給這邊的民眾 我覺得 就剛好這十幾年來 就變成這個是一個轉變 我的感觸還是比較深的 非常幸福幸運 然後跟我老婆組建家庭 然後在這邊跟我夫人的 我們的爸爸媽媽這樣 一起在這邊生活 我真的覺得到現在 我都覺得我是最幸運的那一個 因為我是獨生子女 來到這邊其實對我們父母 還是有一點點愧疚 不能見自己的小道 就謝謝爸爸媽媽給我這麼大的 自由度跟機會 然後讓我在這邊追求自己的人生 OK 待會兒 因為宵心 coeu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